抗日战争时期,清华日军在我国境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,残忍至极,根本不把中国人的命放在眼里。 我军为了保家卫国,与他们展开了殊死搏斗,虽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,赶走了侵略者,但却无异于惨胜,伤亡极大,尤其是在腾冲反攻战中。 牺牲的战士数量,令人扎舌,多达九千人。 不过好在最后把三千名日军全部剿灭,为后续战役的胜利,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。 由于死伤惨烈,国家为了缅怀那些战死沙场的英豪们,专门建了一座国山墓园,还为每个人都立了墓碑。 然而在众多墓碑中,有一个叫做污种的,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 那里埋葬住当时,日军少将藏众康美,以及手下的几个军官,在他们的指挥下。 日本士兵疯狂杀戮,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抹不去的鲜血痕迹。 正是因为如此,最大恶极的他们双手被反绑。 面对住墓园,以下跪的姿势埋葬在那。 葬众康美的墓碑上,还被刻下了两个大字污种。 在日本看来,这个称呼的吴鲁意味太浓。 因此,他们表示出了强烈的抗议。 希望中国予以必要的尊重。 可这个称呼,并没有什么不妥。 汉朝时期,汉光武帝刘秀,将日本称为窝。 毕竟那个时候他们十分落后,民风开化程度低。 到了后期,称呼从窝奴变成了窝寇。 种的意思则是坟墓。 所以本就应该起这样的名字。 直到现在,每年还是有大批的中国人前去参观。 毕竟那里驻守住那么多英雄的灵魂。 他们生前抛头颅,洒热血。 为了赶走侵略者不遗余力地奉献自己。 那种精神怎么不让人佩服? 身躯虽然已经倒下。 但是灵魂像永垂不朽。 永远地活在人们心中。